我们第一天的晚餐呢 就选择了在酒店附近的 随便找了一个美食中心 然后在这边点一些东西 打包回去吃就好了 槟城的炒果条 就好像天津的煎饼果子 你问我哪家最好吃 和天津一样 槟城这个美食天堂 炒果条的名气 就和天津果子一样 味道不好的 那肯定没有立足之地的 那么其实这一段炒果条的素材呢 是艾伦在后面几天的前面 要主动介绍的 这里呢 先拿来借用一下 疫情的这一年多以来呢 台湾的车基本上没有出过远门 最多的话就是吉隆坡周边了 然后这次要出发去冰城 所以呢 出发之前呢 我要给我的车做一个相对全面的保养 还有车轮尤其是四个轮胎 仔细地检查一下 并且做好平衡和定位 因为安全问题很重要 那么这里说个题外话 如果不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跳到后面去看 那之前呢 还有朋友跟我说 中马下这边做汽车维修生意的这些商家 他们通常呢 都是 尤其对你这种外国人 都是一锤子买卖 就是这一次 能赠你多好就赠你多好 下次爱来不来 不会像对本地人那样 做你长期的主顾 然后我当时还反驳他 但是 现在看来 这家 我在 我在他就是做了这么多次的 现在也这样 对我心里也是蛮有一些不爽 像是一些伤心吧 说句心里话 这家维修店呢 Alan是一直都是在他家做的 但是这个价钱 我记得很清楚 黑油的价钱 之前一直都是收我150块 然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收了我200多 而且呢 我问他的时候 他还跟我讲 一路都是这样的 我没有跟他去争辩这个事情 那么下次还要不要再来他家呢 那就想想再说吧 为什么这次可以出行呢 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已经开学了 只不过他们是AB班的 一个星期上课 一个星期呢 在家里面看其他同学上课 那么刚好这一个星期的课程呢 小朋友是在家里面 看其他同学上课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选择了去宾城玩 我们上午从吉隆坡出发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大概中午的时候呢 就到了仪宝 在仪宝我们吃了最出名的芽菜鸡 怎么样小朋友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啊 在仪宝吃饱喝足 我们继续上路 又经过一个多小时之后 那么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我们一家准时的到达了槟城 那么接下来的五天时间呢 我们一家都将会在槟城度过 欢迎大家关注订阅阿伦的频道 我们会将这五天的槟城的美景 美食分享给大家 那么不要错过哦 我们在槟城选择的酒店 依然是一家万豪系的酒店 它是一家新开的中文名字 叫万宜的酒店 因为是一家比较新的酒店 所以呢 这次艾伦会在这次旅行的后面几期节目中呢 跟大家分享这间酒店的一些情况 帮助有需要的朋友们呢 可以了解和选择 一二三 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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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房间 稍事休息之后 我便被小朋友拉着 来到了十一楼 去看一下 他很关心的 这个酒店泳池 是什么样子 不过当时呢 因为是假期的关系 还是有很多人 所以我们呢 就没有选择当天去游泳 爸爸 回去吗 那就回去吧 他才是想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像这种移动的华人的凉茶铺在槟城还有马六甲还是比较常见的 而在雪龙地区不是很容易看到 在冰城这个遍地都是美食小吃的地方 我们第一天的晚餐呢就选择了在酒店附近的随便找了一个美食中心 然后在这边点一些东西打包回去吃就好了 虽然谨慎的妈妈并不想带着小朋友在外边就餐 但是呢出来打包感受一下冰城这种人间烟火气吧 还是很必要的一个选择 所以在我的强烈的要求下 他们两个还是跟我一起来打包 选择他们想吃的东西了 可能看了上集的小伙伴们都清楚 艾伦在来的路上没有什么以保 买到一直心心艳艳的盐菊鸡 很巧的是呢 在我们从领食中心打包的东西回酒店的路上 看到了一家是槟城本地的盐菊鸡的车卖店 你吃了我们的你就可以比较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跟艾伦有没有一样 这家盐菊鸡的售价是30万 以至艾伦最出名的那家艳穷鸣是26一只 30的比26的还要再小一点 虽然价钱可能是稍微贵一点 还是可以弥补一下我没有吃到盐菊鸡的遗憾 所以就必须拿下 我们在酒店就席地而坐的这样盘腿就吃了 因为它那个小茶匠真的很矮 然后坐着吃应该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就这么吃了 然后这是我们到槟城第一天的晚餐 小果条 然后虾面 这个是槟城的 也不算第一天吧 这个是槟城的盐菊鸡 本来是打算在医保买的嘛 结果没有 然后这个是虾面 槟城虾面 这个小朋友嘛 就是 寿司 汉堡包 披萨饼 他的最爱 刚才回来你的头发都卷了 都出了好多汗 对呀 我都饿死了 槟城的炒果条就好像天津的煎饼果子 你问我哪家最好吃 我就说我们家罗下那个最好吃 和天津一样 槟城这个美食天堂 炒果条的名气就和煎饼果子一样 味道不好的那肯定没有立足之地的 那么其实这一段炒果条的素材呢 是艾伦在后面几天的前面 要着重介绍的 这里呢 先拿来借用一下 那么本地食客呢 可能吃了更多的是情怀和记忆 下面好吃啊 爸爸我还有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来着 布丁 布丁啊 在冰箱里放着 因为太热了 然后让它凉一凉再吃 好的 然后 那我也不录了 我也开始吃了 我也饿了 今天真的我开了一路的车 然后刚刚还跑出去录东西 其实有点累 先吃了 2000年后 2000年后 布丁 对了我忘了它是什么味 哈密瓜 不是哈密瓜好像是蜜瓜 尝尝味道吧 真的是哈密瓜的味道 还是我的记性好啊 可是那不是说蜜瓜吗 是什么样的东西 很好吃 爸爸你尝一个吗 谢谢你 真的是蜜瓜的香味啊 妈妈那你吃一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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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孩这点挺好的 不护实 妈妈 嗯 你就感觉这个 有放蜂蜜的感觉 有放蜂蜜的感觉 有蜂蜜 对 我刚才从上面吃到这里 还是很甜 曾经放了很多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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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literature 睡觉 сто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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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录吗 对啊 那你會上課到Youtube嗎? 會呀 哈哈哈哈